14.28分 有人说512是14.28分 是终归人行统的瞬间 每年这一天 我们终会问 2008年你好大 你在搞啥子 15年过去了 我们为啥还在纪念温泉地震 因为纪念的不仅是 无数个生命在那个瞬间 遭受种极 还因为很多人的不放弃 曾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精神动力 还因为有很多人的人生 仍然在经历重生 他们的重生 像裂缝中的阳光 一统温泼 而且保持一国 他们的重生 像终止发芽 长大后 我就成了命 人民需要的时候 能够挺身而出的 他们的重生 是用神命守护神秘 是全越时空的决定 作为问作人 这应该是感人的 15年了 当年的情侶这般人 紧透记录下他们的日常 看看他们 过得好吗 我真的是一个很怕痛的人 所以每天都在哭 但是我呢 还是长成了一个 健健康康的大人 一个很勇敢的大人 我叫牛玉 网络上大家都叫我春游哥哥 那一年我11岁 被埋废墟下面72个小时后 成功获救 后来我左腿也经历了 30多次手术 我现在是一名摄影师 记录下来了很多美好的东西 山广赏虐 不知一狗 我是胡越 我是一名五十二地震的幸存症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块纱布 我在做节肢手术的时候 只是打了局部麻醉 和护士姐姐 她说如果你痛的话 你就咬纱布 整块纱布上面 全是我咬出来的血迹 我已经从15年前的一个小女孩 成长为了现在一个热爱运动的 一个大姑娘 比如说我现在玩滑板 再玩滑翔翔 加油 我们记得北京冬产奥会上的他 北京冬产奥会上的他 还有冬京冬产奥会 站在最高领阳台上的他 很长一段时间吧 我可能都不能走出这种阴影 后来我是打乒乓球之后才走出来了 他叫王瑞 也是一名敌尊的幸存症 2008年 他被迈了仅四个小时 今天 他的目标是规计公开赛新赛场 祝他去的好成绩 还记得他不 张大乡当空降兵的来娃娃 我叫陈强 四川十方人 显得一定是拍张啊 陈强请阅兵式的 亿万双眼睛的注石墙 走过天安门广场 这年是我当兵第十个年头了 可以说这十年 非常的充实 当前我正在外面参加集训 在每一次训练当中 我都把自己当成一名新兵 去认真训练 我也在不停地提醒自己 不能忘记了自己英雄传人的身体 像一名优秀的牌长不懈奋斗 这个地震手在南娃娃 叫曾家福 又去当兵了 两年前 他追随久住他的贴力军去做裁军 在行兵首先是 苦的很雄 非常感谢 李叔叔及叔叔阿姨们 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关爱 暴力耳三年 他有一个新计划 目前已经退五两个月 在成都工作 等待九月份上大学 毕业后 我有二次入伍的想法 故事不仅是纸窝成长 还有神秘的传递 比如 全王刷屏的吻泉勾勾 路上就看到有很多落石 倒塌破神 就觉得 自己又回到了那个时候 就跟他们产生了共情 以自己的力量 能多救一个是一个 就一直在救援 抱了那个小朋友 后面就被网友们 轻舍成为温泉哥哥 你温泉哥哥不只我一个 我们有74个 温泉哥哥当然不只一个 曾经北亚五天五夜的江湖行 如今也是消防员 他们都变成当年 救他们的英雄 哈喽 我是廖志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爱是亏损的的 在这场地震当中 失去了我之爱的亲人 我用以跳舞的双腿 痛彻心扉的失去之后 我除了为自己而活 我也可以贡献更多的力量 给到社会 那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照片墙 在这个上面有很多 我们帮助过的老人 孩子 他们都是因为各种意外 或者疾病导致残障 导致节肢的一个群体 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专业 我们的精力去带给他们 盼望和专业的支持 我也很感恩可以遇到我的先生 他是我的假工程师 我们在一起已经十年了 也有了一儿一女 我觉得他抚平了 我心中的很多伤害 在今年十五周年 这些温暖 苦也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 生命是值得珍惜的 我们周围那些爱我们的人 是值得去珍重的 其实 整个给你用史传号接受的 也是一名温泉地争的情历者 十五年来 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 记录着家乡的变化 看到每一个充身的人生 都北家人爱生活 非常感动 这些命运 则就是奋斗的家子 十五年了 我们时常提起温泉体育 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实践 而是无数个关于人爱 成长 穿衬 奉献的充身故事 在股市里 面怀死去的生命 没有天前 林基神四九年 凝终在这面前的 守望相绝 凝终2008年的一面 居国同行 一起上去 凝对你们几两次夸不了的 加油 加油 如果我们还有几年 雨后重生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就每一个女我 都能在未来的人生赛道上 跑出更精彩的成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